欢迎欢迎 这个是李月光李大姐 这个是邱国勤邱大哥 姓邱 大姐跟你说 念缘是没问题 丑子讲你也挺好 感觉那些多年轻 差点 从个人啊 从远啊 身体状况上就差点 你是觉得身体咋的 太胆了 那反正你在这绑胖了好看 初次见面 李大姐觉得邱大哥挺有演员 而邱大哥这边呢 对李大姐不太来电 可大哥表示啊 既然来都来了 咋的也得彼此再了解了解呀 而就在这时 刚进屋不久的李大姐 也发现了大哥家窗户上 贴的寿楼信息 那你这咋写寿楼 这房子是我 我姑爷借的房子 我估计先买个房子 把她的房子给我倒下来的 她的那个希望是 今天学末就活了 连庄兄弟来年几月份能住 比三四月份 对三四月份能住 布你家全都行 我不是说非得他有房 他有不有我也不要 我就是说他只要能有住的地方就行 说的他要说说 我一直都没有住的地方 那个那你就可以上我那去了 哎呀这么大岁数了 不就你自己不也是住 多一个人也是住 一样 大姐见不见一样 你有住地方就可以 我不在乎说的呀 这是我的房子有多大呀 或者是咋我都不在乎呢 只要你有住地方 不论是谁的都可以 就是说实在没有住地方 我那词验手屋小点还可以吧 住两个人还可以 通过了解 李大姐觉得 球大哥有地方住就行 不介意他没有房子这事儿 两人也决定坐下来好好唠唠嗑 球大哥也主动问起了大姐的情况 你还有啥负担的呀 我孩子没有负担 我一而遇 他们条件都好都没有了 孙子和外孙子都上大学了 都出现了 行 这个没负担呢 这过我们俩 老年生活在这儿的 大哥的同学老孝顺的 是吗 就是说每周都得送到这儿吧 我就犯出这事儿了 对 这个爸有点 我还在家爸 实在拖累孩子了 就给你送 你说我那时候 或者那个签议说那 那你不会做办法 我说会做白大爷 爸 你坐牢 你会送去 你看刮车到底来 你求你了 这就是孝顺 您这么多远 孝顺给他爸送饭 他自己还会做 那你就样样给他买点菜 你自己做做 你就吃呗 你也答应了 那你看他这么老远 他都开车给送 他也孝顺 这裘大哥和李大姐都觉得 对方不受儿女牵连 也没啥负担 李大姐谈到了 他在意的抽烟喝酒的问题 我家老头研究不动 不抽烟不喝酒的 是 我说也不喝酒 我说要喝酒 那我就说采这么厚钱 让我去过去 我也不去 就大伙机会说 就沾点 是 那倒可以 喝点小酒没啥事 那我是一百个满意 就这个是我第一个硬件 就这一步抽烟不喝酒 那时候我就强行 得知裘大哥不喜烟酒 李大姐这头是相当满意了 就在这时 裘大哥也说到了 自己的工资情况 你这要是 结在一块儿了 就啥要求啊 喝什么 问这头啊 我没啥要求 就是说 我感觉吧 就是要有眼缘 别的都是小事 工资是三千二 三千块钱 我感觉够花 不够花 我就花我自己一点 那自己那钱留着干啥 我姑娘也不要 我看着眼的 你挣三千二百块钱 你挣三千块钱 我也感觉挺好 你那个钱吧 就我不是给你催 你的钱我一分不动 那不点 就花我这个 我这个不够多花吧 有后台 不够花呢 我问我就拿笔 说这个月咱们有一份礼 一千块钱 那生两千块钱 不够花呢 我毫无犹豫地挣出拿 我不拿钱当回事 我不是说信任 听你话 这挺随心 这讲的是理字 我不带 不讲道理的 没有 就你听了以后吧 是这回事 人家出事还挺好 我也挺站着的 钱啥不在乎啥的 你直接把花挑出来 你像有的姐妹说 就是 首先要你经理条件 该花花该干啥的 这儿呢 你起码把这个 不在乎的观点就亮出来 我不说 我说不够花 不够花 我还肯拿呢 你看 就这点 李大姐这头 不在意南方的物质条件 这让裘大哥很欣慰 但一开始见面时 裘大哥觉得 李大姐差点演员 那通过彼此了解 裘大哥这头 会不会有所改观呢 你这不是做一啥来讲吗 还有个挑吗 一个脸吗 这儿呢 哎呀 先留个电话吧 先留个电话 你这头是啥意思呢 你自己这头决定 你要是觉得不行的话 我明天再给你介绍 而不是那种莫灵两可的 这样对人家大姐 也是一种伤害是吧 李大姐也得乘一乘夜来找伴的 得出出吧 就是国家 你就放心吧 就这儿呢 这一点你就放死心得了 两个人在一起 这主要的就是这个日子咋过 行了 一日子过舒坦了 那就我们俩 得出出吧 裘大哥觉得 李大姐说话唠嗑 为人处事都挺好 决定跟李大姐先出出看 他也当面跟李大姐表明决心 我是明察医生的 我当面给表态了 出出吧 大姐对大哥的印象咋样 我看是挺好的 对这么说 各方面吧 都不错 就是配我 你是不是趋点了 这啥趋不趋 其实你应该找年轻的 我真说实话 别看咋来今天坐这了 我就感觉你长得太年轻 看他挺好 挺实在的人 你千万别委屈的 说你 真的 个人有优点 对对 对对 没人出事 挺想的多一些 外边 那我 心得挺好的 必须这么活着 这么活着安心呢 谢谢互相尊重一些 咱们互相搀扶天天留的 说得活得开心点的 有个愿望 就是想 如果要是将来找着老伴了 跟老伴一起出去旅游 旅游旅游最好是一年上海 冬天上海南 带两个月去还行 这我能保证 今天我姑爷都订完了 在那块猪房 他有朋友啊 挺好 去海南那个没别 我最想冬天上海南 过一冬天去 海南年年去 我都能保证 你看看 这俩人能一起去海南旅游 多好啊 就在这时 也恰好赶上了 女儿给球大哥打电话 要来送饭 李大姐也想见见球大哥 这个孝顺的女儿 姑娘就这种 姑娘来了 好 一看性格也好啊 那一看性格也好 真好 你好爷爷 好 等我们要牵手成功了 你就不能给送饭了 多吵老啊 我们老了没有啥 所以说食尔做点好吃的 都过来吃了 那多好啊 我还开心 大姐就是性格特别好 为人处置啥的 我爸比起也好 这样多好啊 这样性格好 都是开朗 老不相处的 对对对 不情不爱的多好 对 先先互相了解了解 对 是 打算互相了解了解 先触触看看 是 通过一小天的接触 两人都决定 先相处相处看看 在相亲结束前 红娘想着 第二天带大哥 去李大姐家认认门 征得家人同意后 第二天一早 红娘就来接大哥 可是没想到的事啊 大哥这头突然反悔了 你好你好 辛苦了啊 走吧 那个不是今天要带你去大姐家吗 去大姐家看看 昨天晚上吧 你们走以后 我就对我这种大事吧 我考虑一休 一休没睡了啊 总是总感觉吧 就是这个眼儿吧挺重要 所以吧 昨天跟我交谈吧 哥们都挺好的 就眼儿差点 是 你昨天不是说那个演员是一般见大姐 但是大姐是不是说话 老科为人处事啊 过日子啥不都行吗 都挺好的 是吧 但是吧 如果跟别人的话吧 演员过去了 你假如相互多付出点 也能过日子 也能过好日子 这儿呢 那昨天那个大姐这头也不跟你说了吗 说那个如果不行的话就直说啊 说别委屈你啥的 然后咱这个话还表达了 为人处事啥的 都挺满意的 就相互相互相互 那咱们一宿就这样 有一天就是 一行的吧 你假如那后面人没有多时间了 所以应该珍惜后几年 要演员 要合适的话 觉得能够干啥的 心情好点 我买点东西到女平家看看 给你 给你 接着也是道个歉 就是 球大哥经过一宿的考虑 还是觉得演员这关没过去 虽然大哥决定不打算和大姐正式交往了 但是也要当大姐面有个交代 那两人见面后 事情会不会有转机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我要是有个家 我一说那姑娘 你们都上我家来过来 我也在早八年 也结束自己的寂寞 无论什么年纪 今天永远是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 无论什么时候 陪伴永远是幸福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元素 我会对你更好 原来不晚 专为中老年人免费相亲 球大哥和李大姐第一天相亲 想处处看 可经过一晚上的深思熟虑 球大哥这头啊 还是想和李大姐当个普通朋友 他要当面和大姐解释清楚 于是大哥就拎着水果来到了大姐家 是否挺冷的 大哥你买啊 大哥来还得拿东西 不拿东西 不让你进屋 不行 这么香啊 行的香吗 香啊 没做啥就是 你做狗事啊 吃菜了 你看看厨房大姐这是准备上了 忙不干啥 你吃吃 不是咱们就简单吃点 吃吃啥 带鱼啊 我炸的带鱼啊 我炸带鱼挺好吃的 我经常炸 这锅里又懂的吗 那锅里是 排骨啊 嗯 这咖啡室 等完了 不是我先拿出来完还凉 没人带这儿啊 都挺实在的 那你通过就来大姐家 然后大姐就这么热情 有改变吗 没有 演员好了吧 就其他都不是问题 在我眼里 那一会儿好好跟人大姐说 姐一下得了呗 好好跟人大姐 实在对不起 你看真的 看来这次 球大哥是下定决心 和李大姐当个朋友了 而李大姐这头啊 还在忙活着做菜 红娘怕不知情的李大姐 一时接受不了 趁着球大哥帮忙打下手时啊 红娘决定单独跟李大姐唠唠 那大姐啊 你先让大哥先坐着啊 然后我这头 我跟你单独唠唠 跟我单独唠唠 行 昨天你俩不是就是成了吗 打算决定相处相处吗 然后今天早上 不是决定就是 带大哥来你这儿看看吗 我早上去接大哥的时候 大哥都买好水果了 但是大哥这头 我觉得还是 你俩还是当个朋友 就是说你俩有点不合适 大哥就是演员差了点 没关系啊 那我吧 就是说你 是抱上来 但是我早我也得可信 人家要不可信的话 你去给人家过干啥 大哥就是这头咋想的呢 就是当断极断 昨天有可能就是被你 被你这个为人处事啊 说话唠壳啊 性格啊 就所吸引的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说你不论找谁 这边得有缘分 没有缘分 婚姻这东西 没有缘分是不行的 说你想走我了 我也想走你了 得这样事的 我啥都想得开 我不说了吗 对我来说 啥都不是事 行 只要你这头心里 没有不得劲 没有没有 丝毫都没有 行 那抱我吧 哎呀 你怎么好 你怎么回事